8月23日下午17点50分,亚运女排小组赛将迎来一场重头戏,由中国女排vs韩国女排,本场比赛是中国女排的复仇之战。 被受关注,央视也临时改变计划,由CCTV5进行直播,中国女排王者知识一直以来,韩国女排都算不上中国女排的对手,她们的威胁和日本队比起来相差甚远,但最近几年,随着金阮景的横空出世,韩国女排给中国队带来了不少痛苦回忆。 中国女排一直都是世界经历四年前的人穿亚运会决赛,中国女排没有主力,结果在决赛中被韩国队3比0击败,同事物连贯,几个月前的女排联赛大奖赛,韩国女排虽然战绩糟糕,但依然3比0战胜新人为主的中国队,可以说,这几年韩国女排把我们当作主要对手,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, 才取得了这样的成绩,韩国队实力不容小觑正因为此,本次亚交达亚运会,中国女排罕见的派出了全部主力,誓言夺回亚运金牌,将两轮比赛,中国队分别以两个3比0痛打越南和台北,面对凌弱的对手,朱婷打却满全场,很显然,就是要让她尽快进入比赛节奏。 中国女排曾渡过世界三大赛冠军,再来对比像韩国女排和中国女排的历史战绩, 韩国队最近几届奥运会的战绩是,2000年新明奥运会的第八名,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第五名和2012年轮多奥运会的第四名,2015年女排,世界杯获得第六名。 2016年里约的奥运会上,韩国国家女子排球队,在四分之一决赛,终于比三不敌荷兰队,获得第五名。 中国女排曾在1981年和1985年世界杯,1982年和1986年世界赛,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夺得冠军,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五连冠,并就在2003年世界杯。 2004年奥运会,2015年世界杯,2016年奥运会四度夺冠,共九度成为世界冠军,包括世界杯,世锦萨和奥运会三大赛,中国女排是中国三大球中唯一一个拿到冠军掌位的队伍,金软景。 韩国第一主攻目前韩国队,主要还是依靠金软景的强攻,战术相对单一。 目前朱婷已经成为世界头号主攻,足以压制他,再加上一种奥运冠军的助阵,相信中国女排完全可以拿下对手。 对手中的一枚权道。 跟模板4190年词、新开山道。 对手的继续防风向。